2004年 东宝由于从1999年开始 重启的新世纪哥吉拉系列电影 反响接连不佳 整个新世纪拍的五部电影 除了金子修借导演的哥吉拉 摩斯拉 王者基多拉 大怪兽总晋级 评价票房有稍微回升之外 其余的成绩皆为频频 东宝在拍摄完新世纪的第六部电影 哥吉拉最后战役这部告别作之后 该片的反响 票房果然求垂得垂获得了惨败 票房在当时是系列倒数第三 这也使得东宝和罪魁祸首富山醒无 不得不宣布 很有可能十年内 甚至永久性不再拍摄G系列的电影 然而因为2011年受到辅导和外泄事件的启发 加上传奇版电影计划将于2014年上映 东宝在第九年也正是2013年 重新启动了新的G系列电影 终于在2016年 安野秀名出炉的巨神兵东京续集 呃不是 是真哥吉拉 新哥吉拉 上映后取得了亮眼夹击 使这只巨兽再度成为带来恐惧和灾难的魔王 甚至还荣获G系列一直以来无缘的各类奖项 更特别的是 这是东宝本家首次舍弃的皮套 改用全CG的模组呈现 这个时候 许多人以为安野的新哥吉拉仪式系列顶峰 无法再被超越 反观隔壁棚的传奇版的故事和人设越走越偏 不仅文系没抓到东宝本家的精髓 歌神也开始跟二代歌一样 沦为英雄主义的套路样板 更加奠定安野真哥吉拉的神迹 一直到2023年这个神话 才遇上了青出于蓝 曾导演过永远的三丁目三部曲 哆啦A梦伴我同行一跟二 正能版寄生兽的山崎贵 他旗下的特效公司 在仅仅30多人 且预算只花了1000多万美元 就完成了哥吉拉负1.0这个壮举 而本代的歌神粉丝 给其的爱称为负1哥 多按照历带来分类 并将美版的三星传奇也算在内的话 这支负1哥为系列第15代 山崎贵本人曾说过 他最爱的G系列电影是 金子修姐在2001年指导的 哥吉拉摩斯拉王者基多拉 大怪兽总晋级 简称GMK 而在2007年的三丁目第二部 Always 再续幸福的三丁目 山崎在片中曾让歌神 在主角的梦中短暂登场 2021年他也受邀指导了 西武园游乐园哥吉拉的特效短片 而这支西武园哥吉拉 后来也成为负1哥的造型概念模板 山崎本人说他在新冠期间 花了三年的时间构思了负1.0的剧本 而且制作团队成奇的新哥吉拉 不再使用传统皮套 改用CG呈现的这支负1哥 后制使用的特效程式 主要为Maya跟Nuke 另外让美国观众破防的是 不光是片中决赞的CG效果 整部电影的制作只花了1500万美元 反而每版从1998年的三星版 以及传奇百每一部的预算 都是动辄上亿美元 而且比起新哥吉拉当中略为僵硬的CG 负1哥的效果呈现 可说是日本电影CG的另一个新里程碑 1945年二战末期 日本已面临战败边缘 但DoM的日本军方依然名玩不灵 坚决不投降 一名首次参战的神风特工队员 夫导浩一 第一次出任务 就被指派去进行一去不回的自杀作战 结果因飞机引擎出了问题 他只能被迫降落在大户岛的修配场 他在岛上稍作休息 而岛上的机师局中座检查过这台临战后 发现浩一的飞机运作都是正常的 浩一听到这番话后 脸上故意表现出很错愕意外的样子 他的表情很明显写着 他刻意隐瞒某件事 但局并没有继续追问 走到海岸边的浩一突然发现 海面上有一群意外死像诡异的鱼群 当晚原本宁静的岛上突然空袭警报大作 众人本来以为是美军发动的攻击 结果观测战用探照灯一照 照到一只身高约15公尺的恐龙型怪物 不但发出震耳的咆哮 而且样子十分凶暴 被强光照射的怪物受到刺激 直接将观测战给整个摧毁 其中一名修配员说 这只怪物很有可能是栖息在大户岛附近深海海域的传说怪兽 死亡者基多拉 当中一样没有被核武影响突变的哥吉拉龙 而哥吉拉-1.0这一幕片段 也有致敬该片中人类跟还没突变的哥吉拉龙对峙的场景 回到正片 所有人立刻拿起普通装备躲进了防空战壕 观察这只叫哥吉拉的怪物 菊突然要求浩一立刻跑到灵战的驾驶舱 用机上的20毫米机关炮来对付这只怪兽 不过浩一担心这样恐怕会激怒他 但菊认为那些机枪 是唯一能杀死怪物的戾气 他用浩一别讲废话立马过去 但浩一胆子非常怯落 他上了飞机却被怪物吓得不敢乱动 一些守备军被搞得坐立难安 局限命令他们填装子弹 但持枪的守备兵却按捺不住性子 疏忽之下朝怪物开火 懒得怪物不但刀枪不露 还徒手徒脚将许多军人杀害 很多人也被摇起来抛到空中 他用强劲的肠尾扫平和修配场和许多守备兵 浩一乘坐的灵战也被雕起来狠狠地摔在地面上 爆炸引起的震波把浩一震飞 而倒地的浩一也失去了知觉 隔天醒过来的浩一对昨晚的惨剧感受尤存 他爬起来看见机师和守备军们的尸体被排成一列 唯一幸存的机师队长菊宗座对着浩一破口大骂 说同僚的死都是他造成的 浩一知道自己则无旁贷但他也莫可奈何 这时阵逢二战结束日本投降 浩一跟所有日军被船舰遣送回国 在船上邮差将一封信交给了浩一 浩一看到是母亲的亲笔信不禁动容 他迫不及待想尽快和双亲团聚 回到家乡时是1945年12月 谁知道回日本东京后 竟是东京大轰炸留下的满目窗移跟断园残壁 自己的老家早已成了废墟 而住在浩一隔壁的妇人程子 看到浩一后 他将自己家人的死迁就到浩一身上 成子对浩一破口大骂 说他简直是神风特工队的耻辱 干嘛不去死一死 竟然还有脸活在这世上 但浩一依旧鼓起勇气 询问他的父母是否安好 两眼失神的成子却给他一个震撼的答案 东京有很多人都被炸死了 包含他的父母在内 当晚浩一看着那封母亲亲笔写的信 信上写着希望他能够平安回来 数日后 东京的市民稍微恢复了昔日的生活 而浩一在街上目睹了一名偷窃的女子 女子将身上的婴儿交给他之后匆匆离去 不知所措的浩一不知该拿这位婴孩怎么办 只能走到孤儿收拢所 但那名女子早就在那守株待兔 因为他知道浩一一定会把孩子送到这里 浩一将婴儿交给女子后 没想到女子却缠着他不放 一起来到他的老家 疑问之下才知道这名女子大石典子 跟这位叫名子的婴儿没有血缘关系 这婴儿是典子在经历空袭时 遇见了一位冰死的妇人 妇人临终前将婴儿交给了典子 希望有人能收养他的遗孤 就这样浩一收留了典子和冰子 但是住在隔壁的城子 依旧没好气地唱衰他们一家三口 不过城子还是很好心 是省了白米 说是要熬成粥给冰子吃的 你捡到的核废料都是我的 1946年3月 浩一接到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 内容是政府希望有人能帮忙 清除战争期间遗留在海面上的水雷 但典子却非常反对他 去做这种高风险的工作 浩一安抚他说虽然可能有危险 但这跟神风特工队要人去摆摆送死完全不同 政府提供的是高规格的船只 结果事与愿为 这个所谓高规格的船竟然是木造的 随行的船员野田建制 在大战期间是海军武器的开发员 他说二战期间每日双方 共投下了近6万枚水雷 造成海船有行径上的危机 其中美军研制的雌性水雷 对铁制船只具有高危险性 因此这艘排雷船才改用木造 拥有空军训练经验的浩一 很轻松就用船上搭载的机枪 摧毁了海面上的水雷 尽管工作上很顺利 但浩一在睡梦中经常梦见 大户岛当晚的哥吉拉事件 以及那些岛上守备队的死亡 紧接着1946年7月 美军在比基尼环郊又开始了连续的核试验 这场试验始称为十字路口行动 浩一在梦中似乎听见哥吉拉的咆哮 随着日子稍有起色 大使母女得到了充分的温饱 一家三口的生活有了好转 福岛一家也用了一笔钱盖了新房子 1947年3月 电子对浩一表示 他在银座找到了一份办公的工作 他认为自己也该独立 他不想成为浩一的负担 与此同时 美军的航母红鱼号 突然遭到不明生物击沉 而据报这只不明生物正在往日本前进 当时接管日本的总督麦克阿瑟 为了制衡苏联的行动 他表示不会对日本提供任何军事援助 但他却批准将日本大战时期 被盟军扣留的军舰归还给日本 好作为对付怪兽的武器 1947年5月 浩一跟野田的能收到政府的指示 到小利元群岛调查怪物的踪迹 他们在小利元群岛海域 看到了失势的船舰 开始觉得不对劲的年轻船员水岛 疑惑他们为什么会被指派到这里送死 连美军航母都被击沉 派一艘木制扫雷船 根本是小虾米对大鲸 此时浩一又看见海面浮起大量渔群尸体 他对其他三人坦述 他当年在大户岛的遭遇 那只怪物哥吉拉很有可能被美军核武影响 产生了突变 具有科学经验的野田 推断他们会被派来这里 只是来暂时拖延这只叫哥吉拉的怪物 好让日本的军舰有时间回国 而且美军为了对抗苏联 日本政府只能把这些小事丢给民间 听完这些消息的船长秋金 破口大骂日本政府还是一样没变 只会洗脑搞愚民政策 让老百姓去送命 没多久 浩一看见哥吉拉即将逼近 这只巨兽已经比当初看见时还要更加巨大 浩一要其他人拉警报通知随行的查雷船海神丸号 但歌神随即一口将海神丸号咬住拖进海中 浩一要船长秋金立刻加速离开现场 潜伏在水里的歌神故意只露出背棋 尾随在排雷船的后方 就像在玩猫追老鼠一样 秋金为了摆脱歌神 要其他人把水雷丢下去炸怪兽 但歌神的背棋被水雷炸了之后 将头浮出海面 更加紧跟着排雷船不放 四人再次丢了一颗水雷 让他顺着水流到歌神的嘴里 但水雷的隐姓这时却故障了 浩一赶紧用机枪抄着怪物的嘴里一阵扫射 而被子弹打中的水雷终于出现了赏心悦目的烟火 还将歌神的脸整个炸烂 歌神的尸体就这样浮在海面上 浩一跟其他三人松了口气 以为怪物已经死了 但谁知道接下来出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一幕 歌神原本被扎烂的脸开始冒泡 如同金刚狼般开始自我愈合 而复活的歌神总算站了起来 他打算持出他的终极绝技 消灭眼前的四名人类 千金欲法之际 一颗天外飞星直接命中了他的侧脸 镜头转到旁边 原本被扣留在新加坡的重巡洋舰高雄号 如同英雄般闪亮登场 舰上的大炮送给了歌神好几枚炮弹 歌神承受述发炮击沉入水底 贝勒火的歌神立刻迅速游向高雄号 他抓住了船身开始破坏甲板 船身也倾斜了45度 但高雄号集中火力进去离集中歌神 歌神不堪这波攻击再次沉入水中 正当所有人还沉浸在金府未定 不敢轻取妄动之时 高雄号底下突然冒出大量青蓝色的光芒 囊括了整艘船 众人还没反应过来这光是怎么回事 发生的时间还不到一秒钟 一道光直接从下方贯穿了高雄号 整艘巡洋舰被一团赤壁包围 歌神从火焰中站了起来 发出了胜利的咆哮 并前回水中扬长而去 身躯疲惫的浩一被这幕恐怖景象 吓到昏了过去 额外插播一下 其实现实中的高雄号在二战末期 就一直停泊在新加坡执行防守殖民地的行动 直到二战结束落入英国的手里 而英国以该船与英军战舰规格不同为由 认为毫无用处 于是将他拖到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 用了炸腰跟炮弹击沉了他 回到正片 浩一在横须赫的医院醒来后 认为事态严重的他非常着急 他们必须将戈吉亚的真相诉诸日本所有民众 否则怪兽一旦登陆东京 后果将不堪设想 东京将再次呈送另一场大轰炸 但是邱金跟野田却要他放弃 因为日本政府担心酿成恐慌汉暴动 决定不公布此事 邱金也在旁讽刺说 封锁消息一直都是日本政府的专长 出院回家的浩一被点子质问是否有事情瞒着他 因为从认识到现在 浩一似乎隐瞒着什么秘密 终究懊不过点子的追问 浩一将自己是一位神风特攻队的逃兵 以及他在大户岛遇上戈吉拉 却没有胆量用机枪对付怪物等往事全盘拖出 这些事情一直是他的阴霾 而点子则是安慰他 既然作为战后的生还者就应该努力活下去 起初浩一失去理智对点子大吼 说他哪里了解自己的痛 但点子说他都懂 因为他的父母也叮嘱他 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必须活下去 两位天涯沦落人彼此抱头痛哭 隔天 日本海上防卫队发现歌神在东京湾漫游 并突破了海上封锁线 极有可能朝着平川方向前进 都内立刻响起了警报 说歌神已在银座附近上岸 听到收音机广播的浩一觉得大事不妙 因为点子人正在现场 银座街区的车辆如同玩具被怪兽扫荡 驾驶列车的车长看见某辆列车箱飞到前方落地 他们赶紧紧急刹车 而点子从窗户外头看见一只高耸如山的巨怪 正是歌神本尊 歌神咬住车厢如同咬箱长一般将车厢举起来 车厢整台裂开 点子很幸运掉进水池里幸免于难 旁边楼顶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况转播 看着歌神破坏的地标日本剧院 和时钟楼河光百货 歌神突然转了身往他的反方向前进 前进时跟记者所在的大楼擦身而过 但整栋楼最后还是轰然倒塌 无人生还 全身湿透的点子在逃亡的人群中两眼无神 索性浩一及时出现拉着他往前跑 歌神又在室内转得身 尾巴随即扫掉了多床建筑物 而在国会议事堂前方 防卫队的坦克也开始对怪物展开炮击 歌神被炮火的浓烟包围 市民们以为怪物一定挺不过这波攻击 但根据有烟无伤定律 这点程度对歌神根本没造成多大伤害 紧接着歌神背部冒出了阵阵清光 市民被这副景象看呆了 怪物发光的背棋从尾巴一块一块开始向外伸展 如同连锁反应般到整个背部 张开完下一秒 歌神往后仰将体内积满的元气弹 而不是 是放射热线一口射向银座的市中心 银座顿池长出了一朵巨大蘑菇 热线的冲击波形成了一股暴风 将歌神范围外的物体全处摧散 点子反应很快 将浩一推到狭窄的小巷子 结果他反而却被风暴卷走 劫后余生的浩一从巷子走出来 呼唤着点子的名字 但整个银座已经成了千疮百孔 他望着歌神这只破坏兽 而怪兽也发出了胜利者的咆哮 这回浩一再也无法控制溃题的情绪 他绝望地朝歌神大吼 心中也燃起要复仇的决心 这起事件共造成约3万人死亡 超过2万床建筑物被摧毁 歌神经过的地方亦残留了大量辐射 这是日本第三次遭到原子弹袭击 官方也在灾区进行怪兽碎片的蒐集行动 帮续集埋下了第一个伏笔 在处理完点子的丧事后 野田秋金登门造访的副导家 一同为点子的死亡哀悼 过去老是不留好脸色的橙子 也在旁抚慰不安失事的小娃儿名字 野田告诉伤心欲绝的浩一说 民间有人发起对付歌吉拉的作战计划 野田也是这项计划的带头者 而这起特别在害说明会上 参与这会议的人大多都是二战前海军 会议的主席则是二战雪峰剑的舰长枯田 他说目前除了遭到歌神摧毁的高雄号之外 联合国交回的巡洋剑共有四艘 野田利用浓缩盐水和装在袋子里的木头模型 来示范这次的作战 诸如死海这些盐分过高的水域 任何东西都能够飘起来 但是只要在装着木头模型的袋子里灌入浮绿丸 即便是在盐分浓度高的水里 也会迅速下沉 野田又在地图上指出 目前离歌神出现最近的地方 巷魔湾是最深的水域 深度共1500公尺 作战的盖要是 在歌神身上绑着灌入浮绿丸的容器 让他永远沉入海底被水压给碾碎 每过25秒后 每平方米会叠加1500吨 而这起作战 野田将之称为和田最行动 但在场许多人包含浩一在内 对于这项作战能否成功抱持着嗤之以鼻的态度 为确保作战万一失败 野田早已准备的B计划 他给众人展示了窗外东洋气球提供的大型气垫 万一歌神沉入水中没有死去 那就用气垫让他迅速再浮出水面 用高速减压给他第二轮伤害 库田宣称现在美国日本政府都靠不住 这件事总得有人去干 但人群中有不少人都经历过战火差点丢了性命 他们担忧参与这次任务会让亲人再次受怕 于是有些人黯然拒绝参加离开了会场 不过有些人认为去对付怪兽总比去战场白白送死要来的好 于是作战也拍板定案 当晚的诀别宴上浩一对野田提问能否帮他物色到一架战斗机 毕竟用飞机配合船舰来引诱歌神说不定更有效率 隔天浩一按照野田的指引来到一处军用停机棚 里头放置着一架二战末期研制出的战斗机阵电 是专门用来攻击轰炸机的机型 本来是当初为了因应美军占领日本造出来的 据说当时美军计算若强行登陆日本 美方将会有300万人伤亡 结果美国却丢了小男孩跟胖子使日本投降 不过这家镇店因为搁置太久不少地方已经生锈 而浩一知道有一个人能够修好他 为了找到当初大户岛的那位机械师菊宗作 浩一问骗了护正菊的人 但菊宗作似乎故意隐信埋名不想被人找到 浩一杀费苦心 他写了多封信寄去菊的户籍地 而菊果然如他所料跑来面前把他揍得落花流水 因为浩一故意在信中写道 那些大户岛的人被杀都是菊的错 浩一的目的就是要激怒菊把他引出来 被揍的浩一说他有办法杀死歌神 他说歌神的体内相比外皮比较脆弱 只要有一架战机就能解决他 菊才气消答应接下这个任务 而在观测招集会上 野田计算出歌神的行进路线 目的地是东京 野田强调他们这些底层人民将会用自己的力量打倒怪兽 而非那个漠视百姓生命的日本政府 同时修复完工的战链战斗机随时能待命出击 而浩一也忠于兵士 他和菊之间的枷锁 这一次浩一决心就算拼上性命也要打倒歌神 临行前他把毕生积蓄跟名字交给了隔壁的城子 如果有万一就让城子来照顾这孩子 终于像魔丸的作战开始了 海巡发现了死亡的鱼群 他们派出诱导船并放出相同频率的叫声 但歌神没有上当 他将诱导船丢往岸边修配场 浩一听到广播的指示 驾着阵电升空出发 而在家中的城子突然收到来自尤差的信件 信上的内容让他不知所措 歌神在港口现身并朝着预定的反方向前进 破坏了多床农村的房子 浩一飞到歌神附近试图挑衅他 歌神想用嘴咬住战斗机但没有成功 浩一发射机关枪想吸引歌神的注意力 但怪兽的一记肠尾差点扫到机身 这回歌神总算上钩 开始追着战机不放 而浩一就这样慢慢将他引到像魔丸附近的巡洋剑群 但歌神却朝前方的海面来了一记放射乐线 在海上种出蘑菇 四艘船差点被海啸卷入大海 舰上的人担心如果再遭遇一记乐线恐将挺不住 但野田说歌神需要时间恢复伤势才能发射下一发 在那之前必须照计划进行 船舰们丢下了缆绳绑住的气垫 以及准备装服律丸的瓶子 让这些容器慢慢飘到歌神周围将它缠住 歌神企图在此处放射乐线 他张开了背棋 等到准备即发时 野田下令开始在瓶子灌入浮律丸 歌神就这样急速沉入海底 但是歌神的身体沉到1500公尺依旧顽强 野田下令展开B计划 用气垫让它急速浮到海面 没想到怪物直接咬断绑着气垫的缆绳 整个躯体困在803公尺的海中 枯田舰长下令用钢缆将歌神拉上来 但吊缆承受不住重量而倒塌 正当所有人一筹莫展望成莫及时 后方突然出现大批密密麻麻的船 原来是年轻的水岛 号召的敦克尔克船队前来支援 十万青年十万军 所有船都互相套上了缆绳 就这样众志诚诚把黑色魔王给拉了上来 但是歌神受到的伤害仍然不够 黑大胖又开始蓄力累积 想用热线烧光所有船只 众人绝望的千军欲罚之际 驾着正殿的浩依如同会心般笔直冲向歌神 这次他不再逃避 整台机身直接坠入怪兽的嘴里 随着机身在嘴里自爆 将怪物的脑壳炸个粉碎 众人以为浩依牺牲了 而空中突然出现了白色的降落伞 原来这架战机加装了弹射功能 浩依及时拉了弹射装置才得以逃脱 摸不着头绪的歌神 就这样被自己蓄力累积的高温烧成碎尸 彻底沉入海底 胜利凯旋的浩依在港口遇到了陈子 陈子将邮差给他的信件交给了浩依 浩依看完信上的内容之后 他急忙抱着名字 赶往信中所写的医院位置 而在病房内 竟然是受伤而且没有大爱的典子 浩依洗集而泣 依偎在典子身旁 庆幸一家三口能够团聚 殊不知典子的脖子上 却有一块异样的窗疤 与此同时在向魔弯 四分五裂的歌神之快 再度闪烁着清光 替可能的续集做了铺垫 本来片名-1-1 会让人误以为整部片都是绝望的氛围 影片最终到头来还是以Happy Ending收场 但片中埋下的三个伏笔 政府手中的G细胞碎片 典子的伤疤 还有最后没有死透的歌神 续集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而东宝早在2018年 也打算发展自己的东宝怪兽宇宙 虽然富一哥目前还没有计划续集 珊奇贵本人也表示 如果有续篇 那么绝对会有其他怪兽登场 如果真是如此 各位希望哪些怪兽有望出现呢 感谢各位这次的收看 有什么想要说的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们下回见啰 拜拜 我们下回见 我们下回见 为什么